怎么可能 之前我们找过那么多的名医 为何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毒 不是您想的那样 之前小陈说的时候 我也是不相信 但是他用他的方法验毒 我是亲眼所见的 并且他把我体内的毒血 已经大部分都逼了出来 我当时吐了一大口的黑血 娘也看到了 他用什么办法验出来的 一种白色粉末 如果血液里面有毒 粉末就会变成蓝色 如果没有毒 粉末并不会发生 任何颜色的变化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 你能认识宋臣 是我们苏家之福 我要亲自感谢他 您还是不用了 我娘都已经把人家 变成他的干女儿了 换句话说 您现在已经是小陈的干爹了 您说您还想怎么感谢他呀 估计您一出现 他拔腿就跑了 干女儿 你娘怎么什么事都不说呀 有干女儿这样的大事 不是应该办得隆重些吗 苏泽无语 他感觉 他爹刚刚的那些关心都是假的 不然怎么会听到自己有干女儿之后 会是这样的反应 他明显的就是兴奋过度啊 您要是想隆重 就去重云镇办 不过在这之前 你不要忘了 我还是您儿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不是我儿子了 您没说 但是您也没有听我说完 小陈说 我身上有毒也有病 下毒的人 就是因为知道我有这个病 才会用这个毒 您好好想想 到底有哪些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的 你说什么 苏丞相显然没想到是这样的答案 整个人都是一嗡 几乎下意识地 他就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去管了 让你娘也不要再去查了 我心里有数 您是不是知道是谁了 这件事我自有打算 你们听我的就是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苦这么多年 苏泽是他唯一的儿子 是他们苏家的根 这么多年 为了让皇上放心 不管是什么事 他都没有让苏泽参与过 甚至还让他成为了一个商人 他做了这么多 他竟然还不放心 竟然还要用这样的毒 来害他的儿子 他现在还不知道 皇上用的是什么毒 但是这件事 他根本想不到会有别人 他们的这个皇帝 表面上对你十分信任 背地里做的事 也不是一两件了 世人都以为他宠爱齐王 却不知 那也都只是他做给世人看的 齐王身上的半夏 便是他这个亲爹种上去的 我先去同娘说一声 我的病您也放心 小陈说可以治的 能看到你好起来就好了 我先去看她的